上次战斗的几日后 因为盖斯达的新基地实在太冷了 所以异鬼开始用火去呢 不过因为雷鬼扔了类似瓦斯的东西 爆炸让整个仓库四处着火 虽然恐龙们觉得还不错啊 但是浓烟也来了消防队 直接大量的水柱把火浇灭 这一点实在太搞笑了 同时也惹怒了盖斯达 不过异鬼觉得会喷水的车子很稀有啊 觉得可以卖个好价钱 高兴的时候雷克兄弟到来 因为一开始喷水的时候 仓库内部并没有完全熄灭 点燃了危险物品进行了二次爆炸 异鬼他们也趁这个机会 带着消防车撤离 雷克兄弟只能先灭火 盖斯达联络了宇宙商人 不过托雷达对于偷来的消防车没兴趣 不过如果能够搞来最先进的消防车的话 可以每辆2000万宇宙B收购 随后恐龙们开始活跃在火灾现场 不过并没有找到需要的消防车 而浩泰已经知道了 盖斯达想要什么 最新型针对摩天大楼才会出动的消防车 异鬼也知道了这个情报 开始打算人为制造火灾 把数量工程用车变成了盖斯达机器人 百科翻译凯路被扎 因为今天是母亲的生日 浩泰怕父母又会在摩天大楼 所以来探查 不过其实因为堵车 已经去了其他餐厅吃饭 这时凯路被扎从空中攻击 人为制造火灾 而且姐姐因为他念想要拿走食物 导致浩泰和姐姐都被关在了餐厅 因为摩天大楼着火 果然最新的救护车出动 一鬼早就在等着 不过雷克兄弟也提前埋伏好了 这时凯路被扎也攻过来 还好凯撒赶到 趁着凯撒战斗的时候 雷克兄弟合体 雷克合体后偷住敌人 凯撒再去合体 直接中击套娃 正解决敌人的时候 凯撒看到了顶层的浩泰 凯撒将他和姐姐救了下来 不过敌人也挣脱了雷克 击倒了凯撒 开始猛火爆炕 浩泰随后进入消防车 和救火队员配合 成功救下了凯撒 凯撒直接开大秒掉了敌人 并配合救火车 将大火敷灭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支持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